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关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当中第一场 这一场战役之后 中原的北方已经没有任何实力敢和曹操抗衡了 关渡之战为日后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对于这么重要的战役 后世有很多人反反复复地炒冷饭 希望能够研究出一个子丑眼卯来 其中最重要的点就是 关渡之战曹操一直处于劣势 基本上都处于被袁绍压着打的境地 当时天下所有的人 包括曹操本人都认为 这一战曹营势力取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相反被痛扁甚至被直接灭掉的可能性 打得上天 但没想到一夜之间 局势来了个180度彻底大转弯 曹操居然赢了 原因何在呢 说复杂有复杂的说法 说简单其实也不过三点 第一 曹操善于用人 第二点 曹操善于用兵 第三点 曹操的运气确实比较好 为啥这么说呢 假如徐忧不是赌气来投曹操的话 那曹操恐怕根本就不会想到偷袭乌朝 假如袁绍那边不是有个叫郭图的家伙拼命出馊主意 那张和高岚也未必会投降嘛 如果乌朝不被烧 张和不投降 曹操想打败袁绍 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反过来说 袁绍也有致命的缺点 第一 他刚毕自用 一开始不听田风 后来不听居寿 如果听了田风的 韬光养晦静待时机 那么关渡之战也就没那么快能打得成了 如果听了居寿的话呢 那至少炎梁文丑 不会死得那么突然 这两个人 在袁绍势力当中 那是比张和高岚还要猛的人呢 他们要是不死 恐怕曹操想扭转战局 也没那么容易 第二个缺点 袁绍这个人呢 制不住手下 手底下各个都是人才 但手下的圈子实在太多了 你看 庞济 田风 郭图 居寿 哪个不是人才 可是 庞济和田风 关系就很不好 反而跟沈佩的关系挺好的 但沈佩和徐优的关系又很糟糕 至于郭图 居寿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人之间争得你死我活的 这些人单独拿出来 各个都是人才 可是 摆在袁绍的圈子里 却是人人为己 大肆无功 表面上看 这些人都是为袁绍服务的 可是 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这些人 几乎各个都是曹操派去的卧底 为袁绍 做不到什么事 为曹操 却贡献了不少好机会 相比之下 袁绍每一处弱点 都是曹操的优点 曹操的每一个优点 都能置袁绍于死地 关渡之战 看上去曹操赢得很侥幸 但实际上 结局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一夜之间 袁绍大败魁叔 穿着睡衣 戴上儿子 逃得无影无踪 那个经常向袁绍提出正确建议 但从来就不被采纳的居兽 逃跑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其他人 甚至连那个锅图都比不上 人家早就抓紧时间 脚底抹油 渡过黄河了 而居兽呢 天亮了 才发现 局势不对呀 这才急急忙忙的 想逃跑 曹操的士兵又不是吃素的 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士兵啊 摆了名的就是一高官啊 不抓你抓谁啊 于是一涌而上 死死地捆住了 给抓了回来 哎呀 可喜可叹哪 居兽啊居兽 你不仅被袁绍嫌弃 连逃跑这种事啊 人家都顾不上你哦 不过 居兽还是很聪明的 在被抓的时候啊 他是很担心 袁绍这个人啊 回头会给自己秋后算账的 毕竟 自己的家人 大部分都留在 袁绍的大本营呢 一不小心 这袁绍拿自己的家属问罪 这可就承担不起咯 所以啊 当曹军士兵捆住他的时候 他拼命乱登乱叫啊 我是被俘虏的啊 我是被俘虏的 你们看清楚了 我没投降 他喊着话 不是喊给曹军士兵听的 曹军士兵才不管你是投降的 还是被抓的呢 反正把你拎回去 到主公那领赏就对了 举兽喊这话 是希望别的溃逃的援军的士兵 能把这种叫声 传到袁绍那儿 传到袁绍那两只 在正确的话面前 选择性失聪的耳朵里 曹操过去和举兽是认识的 算得上是朋友 也有老交情了 听到中军帐外一片喧闹 诶 其中的声音很像拘兽啊 赶紧迎出去 一看 有 还真是他 曹操是很明白的 这哥们水平很强大 也知道拘兽给袁绍 贡献过不少好的意见 足以让自己失败恩赐了 只是 袁绍通通一票否决了 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所以曹操心里还是很佩服拘兽的 觉得这兄弟应该来个身份转换 变成自己的员工就对了 所以他看到拘兽被俘以后 又把昨天晚上忽悠许优的那一套拿过来 亲自跑过去松绑迎接老朋友 有意当着大家的面说 啊呀呀呀呀 原来是老朋友来了 哎呀呀呀 你看你看 这些年来 咱们都在不同的朋友圈里 长期没联系了 哪知道啊 今日再死一见 却是被我抓住了 拘兽一听 觉得曹操这话 话中有话呀 这一来是想劝我 二来也是打算给我下马威 对不对 拘兽是何等刚烈的人呢 嘴上是一点不松的 他说了 原本初不听武之良策 才造成今日之惨败 在下的才能不能施展 也活该得此下场 被你擒住 曹操一听 啊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呀 新人说了 哎 袁绍不用你 我用你呀 于是就回应说了 袁绍没有头脑 不懂运用人才 如今天下未定 啊 你可以和我一起 共谋大业 共同奔向 美好的未来吗 实话实说 曹操还是很爱财的 当众说这话 这是面子已经给足 台阶已经铺好了 可没想到 居兽偏偏不同意 他说了 我家叔父和弟弟 现在都掌握在袁绍手中 我要是跟你一起干 恐怕 袁绍就会把他们的命给干掉了 承蒙曹公能看中在下 只希望赶紧杀了我 这才是我的福气呀 曹操一听 叹了一口气 心说 这位和当年的陈公 是何等的相像 怎么脾气就这么臭呢 于是他说了 唉 若是早点得到你 天下何愁不定啊 行吧 既然你现在嘴头这么硬 我也不强求 我就不信你 居兽没有回心转意的一天 我曹某人爱财 我有这个耐心 啊 左右 请居兽先生下去 好生相待 待遇是不错啊 不过人是不能挥济周的了 曹操这是一片心意 可惜这片诚意 没有打动居兽 虽然居兽勉强活下来 留下来了 但是偏偏身在曹营 心在圆 不久之后 他居然又找了个机会 要逃跑 这一回曹操没耐心了 既然我留你下来了 你都要逃 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想在我这干活 既然是这样 你这么聪明的人回去投袁绍 那还了得 不是我用的东西 就是敌人用的东西 那就只能不好意思 下令左右 把居兽拉下去 砍了 与居兽相比 另外一个人运气就好得多了 这个就是主动投降的张和 正是因为有了张和高揽的投降 曹操才能闲鱼翻身 所以对于张和来想 曹操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任命张和为偏将军 同时封为都庭侯 仗打完了 就该收拾残局了 曹操来到袁绍的大营里边 看到许多整理出来的物品 感叹一声 哎呀 这战利品 还是真丰富啊 这些战利品里边 有袁绍的个人的物品 金银细软呢 书籍文件呢 什么的 肯定少不了的 对于那些金银细软 曹操是不太感兴趣的 这种俗气的东西 哪儿哪儿都多的是 曹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他重点想看看的 是袁绍带来的书信 从这些书信当中 就很容易判断出 自己这个老对手 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能平定河北 又为什么最后输在自己手上 书信书信 自然分成书和信了 第一种是袁绍带来的书籍点籍 这些都是袁绍打来建设新政权用的 他的意思就是 把曹操打趴下以后 我进入许都了 我得构建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政府怎么运作呢 就得靠我带来的这些书了 第二种就是信 这些信件 当然就是袁绍和各方的势力进行沟通用的 很明确地表现了袁绍从组织官渡之战 再到官渡相持的阶段 以及到官渡即将失败前 他所表现的一些处理政务的风格 对于这些 对于这些曹操是很有兴趣的 老有兴魅的把这些书信给打开 看了几封以后 曹操的脸就黑了 心里就开始骂娘了 原来这些信件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 是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曹营的人士 从许都 甚至从前线军营里 写给袁绍的效忠信 不用猜都知道啊 这信件的内容肯定是说 曹操以弱对强 以小抗大 和鸡蛋碰石头没有多大区别啊 曹操这种反动势力 那迟早是被袁绍这种正义的力量 所毁灭的嘛 所以我们要提前表态 对不对 等你袁绍大军进入许都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大门 迎接正义之师 哎呀 人间的事情 就是那么折磨呀 一大清早的 刚刚打了胜仗 心情好好的 一看到这些东西 太不让人愉快了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感情有这么多人 想背叛自己 判变投敌呀 布下一看 曹操的脸色 就知道了 这些信里啊 肯定没好话的 老板的脸色这么难看 不用说呀 自己该表态了 于是就有人主张了 把这些信 好好整理一下 把那些名单给列出来 求后算账 一个一个按人头 去把他抓出来 审判之后 全家抄斩 这种事情实在太容易做了 对号入座 不经审问 就可以定为 里通外国罪嘛 排队砍下去 那实在是太爽歪歪了 可是 曹操却没有立刻表态 他放眼看过去 这些书信堆在那儿 一大落一大落的 就像小山似的 要是认真算起来 估计 许都城里 有一大半 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得被杀头了 而且 不仅是许都城啊 自己军营当中 也有人写过这样的信呢 所以 当有人提议 把这些写信的人 统统杀掉的时候 就连曹操身边有些人 脸都变轻了 曹操沉默了很久 现场的气氛 也凝固得像冰块似的 那感觉 不是刚刚打了胜仗 而是 走进了地狱 突然 曹操开口了 一挥手 左右 把信烧了 这话一出 大家都以为听错了 啊 把这信烧了 这罪证就没了呀 可是 曹操看着那些 噼里啪啦烧起来的火堆 却很从容淡定地说了 袁绍 急胜之时 连我自己都要崩溃 感到难以自保了 更何况是众人呐 此言一出 现场的气氛顿顿时就活络起来了 很多人心里的恐惧一瞬间就变成了羞愧 然后变成了钦佩 曹操啊曹操 不服你能服谁呀 你这么一做 不仅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而且令到很多人 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了 曹操这一招 做得 极为巧妙 其中的妙用 值得后人反反复复 细细品味的 曹操是个胜利者 也是一个枭雄 更是个伟人 他的胜利 不仅仅是在战局上的胜利 更是在意志上的全面大解